听见你的声音 行动市民论坛 由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举办的111年度推广系列活动之一 听见你的声音 行动市民论坛 首度尝试走入台北市社区 校园活动集会场所 以不同族群区分主题融入活动 寻找不同的声音 首场活动在士林区公所举办的公益士林走读 知山岩汇集公登场 由主持人沈良哲访问走读学员以及现场市民与游客 透过活动让更多人有机会发表对公共议题的看法 第一次见识到说原来这么漂亮的庙 其实要有师傅还有庙方有很多的心力才有办法配合 你是台北市长的话 想做些什么样的改变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速度就是进步 所以这一方面如果台北市长这应该列入首要任务 在交通方面尽量改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啦 就先稳定日价好 就是每天都听到不同的东西分别开始要涨价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加速就是大台北地区的族羹 还有社宅的推动这样的办法 尽量帮市民谋一些福利 尽量能够为市民多争取一些福利 我看能不能增加多一点就是那个公仔或社宅 因为现在房子就太贵了 因为我是外线市人 所以我比较倾向想要压低房子 我没有打算要改变什么 可是台北市长对社子岛这边的建设 实在是太慢了 台北的市房景点来说的话 你口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市房景点的名单呢 特别是决定在后面有一些小巷 那种其实都有一些不错的那种独立小店 然后我觉得可以去逛逛 我最喜欢就是那个黄金海岸布在那里 对那边那边就是等于是沿着淡水而走 底边是对面的巴黎叶布 就有地热谷那边 上次我们去那个什么温泉博物馆 其实可以放蛮久的 嗯 有吗 有有有有 有啊日本料理比较国际化的 我觉得印度咖喱耶 印度咖喱啊 对因为因为那个印度 那一家印度咖喱 我真的是在南部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印度咖喱 嗯 赛指导它在夕阳部分 或者是在整个的骑程部分 我想在天气好的时候 其实是很适合市民来做这个参与 那它其实可以延伸到 比如说南边的万华 然后甚至可以到新店去 然后往北边的话呢 它可以到淡水 如果你是台北市的青山大使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荐 介绍我们台北呢 介绍台北 其实台北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是 半个小时能够走到山边 半个小时能走到海边 对这个是这个是台北市最好的优势 就是跟着捷运玩 跟着捷运 因为其实台北的捷运是很发达的 那很多经典的捷运都很大 我觉得台北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通 然后它可以结合 它可以结合捷运啊 还有一些雄战的活动 去推广在地的美食 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像夜市 听见你的声音 行动市民论坛 今年度将进行六场活动 第二场将于8月19号 在万华新移民会馆举办 第三场8月21号 将在新隆第二社会主宰举办 相关活动讯息可搜寻台北市公用频道官网 完整节目也将在第三频道台北市公用频道播出 欢迎市民朋友一同加入 发表自己对公共议题的看法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